第五次字幕 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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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Hello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今天我們要帶來的開箱 非常的特別 從封面大家就應該知道了 沒錯 我們要帶來的開箱是 海賊王千陽號 塗裝完成品 不過說是開箱 似乎也不太正確 因為這一艘千陽號 就是我自己塗裝完成的 那我們就來看這次的作品吧 本次使用的模型是 萬代所出的 千陽號新世界篇版本 模型的購入價為台幣799元 其他耗材如 漆料、龍劑、AB補兔、樹粉、草皮 大約一千元有找 另外就是時間無價 這次內容主要為 塗裝完成品分享 詳細的製作過程 並不會在本片多加描述 未來我也希望能夠 拍成大約五集長度的製作影片 但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想看這樣的內容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麻煩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對於製作上有什麼意見或想法 也可以留言喔 此次的作品前後耗時約一個月 超過100小時的製作時間 主要處理步驟為 宿主、打磨、分件、無縫、補兔、上色、水貼、保護器 改造的部分只有地台方面變動比較大 填補空洞的部分是使用AB補兔進行填補再塑形 塗裝方面主要是使用噴筆來進行處理 但還是有許多地方需要用筆圖才能夠完成 不過其實做模型可以很隨便 也可以搞死自己 就看你跟自己過不過的去而已 我想有買過這組千陽號的朋友都知道 宿主起來真的是速到不行 大約花我一個晚上的時間就完成了宿主跟簡單的湯口處理 還有斷裝的步驟 接下來花了三個晚上進行湯口打磨跟分件作業 還有無縫處理 小連結的湯口磨完之後就直接用模型膠黏死來做無縫 像是絲頭下方的兩根骨頭就是這樣的處理方式 另外分件主要考量到無縫跟日後塗裝的遮蓋問題 用10顆鋸來進行切割作業 比方說船身側面要還原出動畫一體成型的樣子 就必須切下來再進行無縫作業 還有就是船頭正面也需進行內部切割分件再黏死 才能夠完成無縫 接下來就是草皮的部分 這裡是我覺得做的最滿意的一個部分 而且方法非常簡單 我直接使用文具店賣的假草皮切割出適合的大小 再使用白膠黏上去就完成非常逼真的草皮效果 其實我一開始是沒有打算這樣做的 最初我嘗試過使用草粉或是田工所推出過的草膠來進行製作 但效果非常的差而且看起來很假 所以就果斷放棄使用了 而樹木方面我先做了無縫處理 再鋸掉旁邊不知所以懶的蕩鞦韆 然後使用白膠跟草粉來做出葉子的效果 並利用針線和塑膠板重新做出一個新的蕩鞦韆 另外納美的橘子樹也是用同樣的方法來製作 然後再用面橡筆沾上漆料來點出橘子的樣子 一旁的小花圃也是同樣的方式來處理唷 在傳深方面我調配了五種不同深淺的木色來做使用 並配合乾掃的方式來刷色 最後統一在表面噴上較深的咖啡色 不過這部分我下手似乎有點過重了 所以木板跟木板之間的色差沒有我當初構想的那麼大 也造成傳深的木色比我原先設定的還要來得深 不過也因此看起來相對比較解釋 接下來看到甲板的部分 這裡我調配了四種偏黃且較淺的木色來做使用 而木板之間的色差也做得比船身還要來得明顯 算是我很滿意的一部分 而船舵和椅子又做出分色處理唷 不過這裡做的最痛苦的絕對是白色的扶手 因為我龜毛的個性 所以這裡每個扶手零件一定要做無縫處理 也因為零件太細小 插上去後原先連合處理完的接縫處 又斷了好幾次 之後鐵了心直接插上去再做無縫 再來就是窗框的部分也是惡夢等級的 這裡只能用筆圖的方式來製作 也因此黑色的框線仔細看會發現粗細不均 但這也真的是極限了 我的眼睛也基本上畫到要脫窗了 而圓形的窗戶也同樣使用面橡筆勾了出金色的窗框 再滴上一滴水藍色 就完成了一扇窗戶 而一旁的小木門則是先上深木色 再乾燒土黃色 簡單的兩個步驟就能得到很好的效果 不過只是門有點多 所以這蓋也是地獄等級的 最後來看到主圍的部分 這裡是我唯一無縫只做半套的地方 所以仔細看還會發現有接縫的痕跡 這裡會做半套是因為原件本身就有木紋在上面 如果這裡直接把接縫處磨平的話 就會造成原件的木紋跟著消失 除非事後用塗裝的方式來做出木紋的效果 但這實在太麻煩且效果可能不好 所以這裡就只能再接縫處進行適度的打磨 還有就是染神的材質是使用軟膠零件 這種材質的零件是無法讓底漆咬住的 雖然我這裡還是有上色 但只要一觸碰到就會掉漆 而後面的三角帆 因為原件本身的設計瑕疵 造成圍桿與船帆無法密合 如果這部分問題想修正的話 可能要先黏死再用補土重新塑形無法密合的地方 主帆的材質因為是使用半透明的塑膠材質 這裡我想保留這種質感 所以就沒有另外上色了 而底座方面是我修改最大的地方 原先的底座支撐桿設計絕對會造成刮漆的問題 所以這裡我就直接填平了中間的凹槽 再黏上黑色的泡棉來支撐船體 這樣就可以避免刮漆的現象產生 看到這裡不知道大家是否燃起了做模型的慾望呢? 當然製作時遇到的問題真的非常的多 我也無法在短短的影片內逐一說明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今天影片的朋友 也別忘了按下小鈴鐺並訂閱我喔 還有記得要把影片看完唷 而這樣就是再見 一定會繼續追tered 如果屬於五門級地的可中共 如果你們友好看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追踪我们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未来有希望开箱什么玩具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 See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